尽管占领俄罗斯 罗斯托夫市的瓦格纳雇佣兵团 有撤退的迹象 不过当地许多害怕遭受 持余之殃的民众 早在星期六便连夜赶搭火车 逃离这个陷入内战战乱的 俄乌边界城市 此外莫斯科市政府 也不敢掉以轻心 宣布星期一全面停班停课避险 连飞往外地的机票 也已经被恐慌的民众 一扫而空 根据路透社获得的片段 汹涌的人潮挤满了 罗斯托夫的火车站月台 而赶着逃离的男女老幼 不惜挤到火车轨道上 凸显他们迫不及待离开的心情 与此同时 虽然莫斯科表面一片平静 但是内部暗流汹涌 许多中上阶层都出国避难 根据德国媒体报道 从莫斯科飞往多个城市的航班机票 火速卖完 包括格鲁吉亚首都地比利斯 哈萨克的阿斯坦纳 以及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